星期 星期 一浪星期 星期 美好的一天就从 每日灵粮开始 感谢主我们要进入到历代至上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历代至上的 第一章跟第二章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读的时候 都在读家谱 好 有解经家是这样说 他说在这里 他开始要从第一章第二章 到后面第八章 他整章都在讲到家谱 主谱都在讲到主谱 而这主谱的用意要更多的强调 在前面要强调这个大卫的后裔 好 讲到大卫的后裔 那后面讲到以色列的不同的姿态 这样子 那从第九章开始 讲到少罗 九十章讲少罗 十一章开始又要再讲大卫 那二十一章开始很特别 二十一章开始到二十九章 他讲到这个建殿 建造这个圣殿的事情 那比较在这三个卷书 无论从撒末尔记上下 猎王记上下 跟历代之上下 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大的不一样 好 你会发现有很大的不一样 在撒末尔记跟历代之上呢 第一个他的作者 撒末尔记上下的作者 是撒末尔跟迦德 撒末尔跟迦德 撒末尔跟迦德 那还有拿丹 他的下是拿丹 迦德拿丹写 那猎王记呢 则是耶利米写 有简经厦说可能是耶利米写 而历代之却是伊斯拉写的 伊斯拉记的伊斯拉 好 那他们的观点 这个撒末尔记跟猎王记上下 更多是用从先知的观点讲到 所以他在这个他的重点 更多的讲到是一个王位跟政治的关系 好 所以你看他的故事 你会发现他是很完整的 在这个事实的陈述里面 好 甚至于他很多是个人的事情 这个王的事个人的事情 那可是你会发现 在这个历代之上 我们接着要来读的这个历代之上呢 他是用祭司的角度来写的 所以他更多的着重在于圣殿 着重在于敬拜 好 还有这个关系 祖朴的关系 好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 这一本 我们在读读的历代之上下 也会更多的在讲到这个 统计的数字的关系 讲到这个节庆的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他着重的 比较不是一个 像之前的 撒末尔记跟列王记得 讲到的完整的事实陈述 他历代之上不是 他比较讲到的是一个 从属灵的一个原因 还有解释 所以你从我们待会 会先讲到这个大卫的背景 好 诸仆的背景 这样子 好 希望我们在做这个 前面的说明的时候 可以让你明白 所以我为什么挑这个经文 好 因为我今天挑的是 历代之上的第二章十一十二节 拿顺生撒门 撒门生普阿斯 普阿斯生厄贝德 厄贝德则生耶稀 那耶稀就生出了大卫 好 你就整个一个顺序就出来了 鼓励你这几章 这几天都要开始来读这个诸仆 不要放弃 好 你可以看到诸仆的时候 你怎么读呢 你看到哪些人名 你有印象 你可以如果这是治本 你可以画下来 好 甚至如果你有空 你可以整理自己整理成一张 一张简单的诸仆 诸仆表 这样你就更有概念 好的 奉主得民要来祝福你 鼓励你真的在独立王系上 别忘了我们更多的 从祭司的角度来看到 圣殿才能要敬拜 然后感到整个的诸仆 好 明白 这个属灵的原因 原则解释 这样 愿神祝福你 阿们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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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